在3月20日召开的藏传佛教界人士座谈会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佛教协会会长 加梅扬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和佛说 特别是这次发生的 与佛教协会合作 对藏族区区各寺院的危害很大 严重干扰了有关寺院的 佛学修养 佛事活动和寺院的正常区区 我们完全明白 这次破坏活动 是大雷集团艺术策划的 实施证明 宗教 民族宗教 这是他们的 一个偏人的旗号 破坏藏区的 文字与发展 破坏藏区 各寺院的正常持续 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全国政协常委 省政协副主席 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德瓦仓 华佛说 我省感染中的 个别显示和象征相继发生了历史事件 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公司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严重破坏了当局社会稳定 我对这种严重的破坏犯罪行律 表示强烈犯罪 合作士活佛 锁藏仓说 马去县夏秀寺活佛 嘎藏成来说 我妈给你说 你这 verkligen去 你们从这儿 这两年大逢你 所以这个事件 热丰帽要大股 怎么精炒 就去这个转转 你也太丠战了 进旧 一在马区从事餐饮服务15年之久的个体老板拜文俊痛心地说 在马区一位行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痛心疾首 在路区一位藏族中学生说 合作是一名乡政府干部对记者坦言 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这几天一小桌分裂破坏分子的打砸抢烧行为 严重干扰了我们正常的生产生活 给我们社会稳定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卓尼贡巴斯僧人贡巧加措 谈到不法分子犯罪行为时非常气愤 两个喇嘛 四冠会 宫巴斯僧人财产的大 所有年纪三十以上的人都说服小喇嘛的教育 你们不能这样干 听政府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安国主义 要安国安教 要民族的团结 不要奉励 不要奉励 有些个别人 就被 地道罗就站着瓦层了 也是我们恨痛苦 真是痛苦 因为这个恐怕死也不好 真是 民传徒兴 这不是一般的 政府 政府对我们这么好 穷住这么好 不知道现在就做了这么个事情 据初步统计 3月14日以来 发生在甘南州部分县市的 打砸抢烧事件 共造成两亿三千零一十五万元的损失 按县市统计 马区县损失一亿零三百万元 下河县共损失四千零三十万元 陆区县损失两千三百九十万元 卓尼县损失两千七百零五万元 合作市损失三千五百九十万元 按类型统计 一百零五个县市值部门损失五千七百九十万元 二十七个乡镇 及一百一十三个乡镇所属单位 二十二个村委会和十四个村文化市损失八千九百七十万元 二十二个国有企业和四百四十二个私营企业 及个体工商户损失七千九百六十万元 造成三百二十一名各级干部群众 个人财产损失二百九十五万元 面对不法分子的分裂破坏活动 甘南州委州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 抽调一万多名干部深入努母村和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做到了地级干部包县 县级干部包乡包四 乡级干部包村包户 州委书记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 发表了重要电视讲话 州政府发布了全力维护干南藏区社会稳定的通告 和告全州人民书 州公检法联合发布了公告 采取了一系列有利的措施依法果断处置 公安机关查获部分枪支弹药和爆炸物品 迅速平息打砸抢烧事件 全力维护了干南社会稳定 维护了国家法治 维护了干南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处置这一事件中 在干南执勤的公安 武警和消防官兵 始终保持了极大克制 坚决依法执行文明执法 没有携带和使用任何杀伤性武器 整个事件中共有94人受伤 其中公安民警64人重伤6人 武警官兵受伤27人重伤4人 干部受伤2人 干部受伤2人 群众受伤1人 目前 全州局势总体平稳 下河 河座 陆区 马区 卓尼等 县市城区和急证的所有学校 已正常上课 商业网点恢复营业 干部群众情绪稳定 生产生活秩序逐步转入正常 9回路 2回路 2回路 1回路 2回路